一个流浪汉的出现却震惊了整个政府高层 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韩国顶级特工 一年前他奉命捣毁一个国际贩毒组织 在干掉了几个小头目后 他们取证确认了对方的身份 随后更是一把火烧掉了价值几十亿的毒品 看似任务顺利完成 可就在几天后 与他一起执行任务的队员却都相继遇害 男人也随之消失 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遇害 一年后在一艘倒卖人体器官的黑船上 一个男人在船舱里瑟瑟发抖 女孩好心的为他送上一条围巾 此时 几名大汉走了过来 他们将女孩的父亲一顿毒打 准备带走女孩 旁边的众人也被吓得不敢反抗 但就在此时 等到警方赶到的时候 整艘船上犹如人间炼狱 看到警察后 男人才举手投降核对身份 警方发现 对方竟然就是顶级特工韩志赫 组织马上出动 将他带回总部 虽然他的身上发现了长期监禁拷问的伤痕 好在各项身体机能还算正常 但在他的血液检测中 却发现了数十种化学物质 反之后患者的记忆 当然是意图的 但一年间的记忆 是几个记忆的记忆 你的名字是 反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 睡眠治疗也没有任何效果 甚至还让他产生了利焚的行为 好在关键时刻被人救下 尽管状态如此不稳定 高层竟然下令直接让他归队 但之后还是发现身边有人监视 回到家后 看见满身的伤疤 他怎么也想不起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事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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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发生了 什么事发生了 看着队友遇害的资料 他发现对方完全没有反抗的痕迹 这也就表示他们是被瞬间偷袭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出幕后黑手 随即他就来到健身房疯狂撸铁 在自己的身体恢备备到巅峰之后 他决定马上前往队友的遇害地点调查 路上他甩掉了监视他的警察 被海关的人拦住 他更是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对方 但在他登上船的那一刻 却发现早已有人等候多时 而对方正是力排众议带他入行的部长 他却说致贺 不要擅自行动 并且答应 让他自己调查一年前的案件 他很擅长 你算是好看 你那是畅装的 你算什么 你算了一年你也知道你能局架上别人 就算了 对人来看一下 你不在乎是什么 你 todas的一年一年之后的记忆 你会被弄了 你为什么会有关心 你和苏妍一起见过吗 我叫她团队 所以说 苏妍她是 你好 先生 我叫苏妍 先生 我叫苏妍 先生 我一起工作 真的幸福 如果时间不错 吃饭 一瓶一瓶 一年之前 对 不 回到家后 她看见对面的大楼 一直在闪烁灯光 很快她就发现 这是一组摩斯密码 并根据提示 找到了一个U盘 而里面的资料 正是自己留下的 现在 她对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保持怀疑 智赫托人找到了两年前火熊计划的资料 因为这就是所有事情的开端 当年金科长正在调查一个名为华阳派的组织 但每当查到什么关键信息 就会出现一道新的阻碍 她怀疑 华阳的背后肯定隐藏着更大的势力 果然没过多久 金科长就惨遭杀害 局长老江怀疑 特务名单已经泄露 智赫也被要求负责此事的收尾 他找到了金科长的现任阿吉 在对方的帮助下 他们成功端掉了华阳派数十亿的毒品 但还没等他们深入调查 队员们全都相及遇害 智赫的记忆也在此时变得空白 他始终都记不起门外的人究竟是谁 突然智赫注意到了 华阳帮的关键人物张广哲 而此时对方也来到了韩国 扩展自己的毒品生意 当地黑帮更是被他们强势干掉 但如此高调的行为 也引起了警方的重点关注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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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很快他就被警方逮捕 但此时他却丝毫不慌 临走时他还一脸坏笑的跟小弟使了一个眼色 很快警方就接到了释放张广泽的电话 并威胁如果不乖乖照做 他们就会一天干掉一名警察 警方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因为一名巡警已经被残忍杀害 而张广泽此时也是闭口不言 智赫表示 如果他们这么大费周章的想要救回张广泽 很大可能是因为 他的手上有绝对不能泄露的重要资料 智赫主动申请审问 对不起 那你扔了 现在地域的现场上才能处理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会有什么人呢 那你会有什么人呢 就会上传统的情形 你这一丝丝 你不懂得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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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拿着一看 你不懂得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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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赫就将其暴打一顿 随后更是根据对方的纹身 分析起了他的过往 在说到他悲惨童年的时候 张广哲明显失控 但随之换来的又是一份毒打 这时他终于开口 讲了一个野狼复仇的故事 眼看问不出什么有用的资料 志赫又把目标放在了司机的身上 他询问对方是否听到张广哲提起野狼复仇的事 但对方也只是惊人介绍帮忙开车 对黑帮的事情一无所知 之后志赫便准备离开警局 但此时 警局里却突然出现了很多非法滞留的人自首 志赫也没有多想 在回家的路上 搭档小刘给他打来电话 因为他在通过修复张广哲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张志赫的照片 这也就意味着对方早就盯上了自己 而此时 警局里报案的人也突然大闹了起来 紧接着 几辆大货车冲进警局 无数的华阳派小弟蜂拥而至 很快张广哲就被放了出来 对着里面的牢房深深的鞠了一躬 原来真正的老大 竟然是那个不起眼的司机黄毛树 只见他戴上金表戒指 开始指责张广哲多嘴 泄露了他要复仇的事 之后他竟然直接干掉了对方 另一边 志赫在翻找档案时 发现了一个狼纹身的图案 这正是他干掉的一个任务目标 而同样的纹身也在司机的身上见过 回想起张广哲说的野狼复仇 瞬间他就明白了一切 原来司机才是华阳派真正的老大 志赫马上开车赶往警局 在路上 他亲眼看到对方与他擦肩而过 他马上驾车追赶 在路上 不停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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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停 不要 I'm gonna find you now I'm this way I'm gonna find you where I'm coming from I don't know I don't make it like You're this night And I can see This lies in there I'm gonna find you I wanna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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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终孤身一人的他 还是眼睁睁看着对方离去 等他回到警局的时候 这里已经是乱作一团 经过查看监控记录 至赫不但看到了警局里发生的一切 而且还见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人 那就是他们的线人阿吉 此时脑海中的记忆也开始浮现 失忆之前 他看到的人影正是对方 难道阿吉才是出卖他的内奸吗 随着记忆不断的涌现 至赫也晕了过去 等他从医院醒来 脑海中一阵剧痛 他决定还是从阿吉的身上寻找线索 阿吉曾经说过 等任务结束 他就跟姨妈去南韩过安稳的生活 之后他找到搭档小刘 对方告诉他 六个月前 华阳派因为毒品的事情被政府打压 现在逼不得已才跑到韩国逃难 但华阳派的背后 还有一个名叫白毛氏的人出谋划策 他一手掌控着边境毒品与军火走私 除此之外 没有人知道白毛氏的真实身份 与此同时 小刘也顺利地找到了阿吉的姨妈 在了解到阿吉与对方通过电话之后 通过信号追踪 他成功锁定了阿吉就在郊外的一个废弃仓库 智赫马上就来到了这里 对方看到他后便准备群殴 没想到智赫伸手了得 几招就将众人打倒在地 阿吉一看大事不妙 随即便转身开溜 但还没跑出多远 就被小刘一棒子打倒在地 随即智赫赫赶到成功制服了对方 他询问阿吉 是否就是当时出卖他们的叛徒 但阿吉却说 他当时是去给智赫送行报的 因为黄毛树接到消息正在赶来 因为这个藏身地点只有他们几个知道 这也就表示肯定有人泄露了情报 而这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智赫被震惊得无以复加 此时门外也传来了警笛的声音 智赫便带着阿吉先一步离去 路上阿吉告诉他 黄毛树正在利用快递向全国销售毒品 而这还不算什么 因为很快就会有一批更大规模的货送到 据说那个数量足以掀翻整个国家 当智赫询问阿吉 在自己出事之后 他为什么没联系自己给他的紧急电话撤离 阿吉叹了口气 却并没有多说什么 接着他就趁智赫不注意下车逃走 而阿吉也给智赫留下了一个信封 里面装的正是所有快递毒品的单号 除此之外 信封上还有一串可疑的编号 智赫找到小刘 让对方查询一下 这个编号代表什么 之后智赫找到江局长 你为什么在张光车的手机上出现 还有还有什么 你只是拥抱着什么 你现在的情况下 你现在的主要权 将快递单全部交给了对方 这也正好可以让他们部门充一下业绩 但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要求 再给他两天时间 他一定会亲手抓住黄毛树 回到家后 智赫看着两个搭档的照片仔细回忆 因为阿吉告诉他 内奸肯定就在他们之中 但两人都已经相继遇害 这让智赫百思不得其解 另一边小刘还在苦苦地寻找那串编号的线索 终于他发现那是一个集装箱的号码 而物流信息也显示 此时集装箱已经到达港口 他马上将消息告诉智赫 随后俩人便来到港口调查 他让小刘在一旁监视 自己则是去寻找那个集装箱 此时港口却突然出现了几辆汽车赶往智赫那边 小刘赶紧通知智赫撤退 然而智赫不但没有马上离开 还一步步地走进了集装箱里 智赫小心地进来查看 但里面却是一个被铁链捆住的老头 此时外面突然传来了阿吉求救的声音 等他出来一看 发现华阳派的人已经赶到 而阿吉的卧底身份也被对方发现 为了救下阿吉 智赫选择了缴械投降 紧接着黄毛树慢慢走了出来 他捡起手枪对准智赫 却并没有马上开枪 而是直接将智赫打晕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已经被带到了酒店的一个房间 因为儿子被智赫干掉 他要慢慢地折磨对方 只见他将一条电线塞到了智赫嘴里 再用胶带封上 打开开关之后 智赫瞬间就被电得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黄毛树拿出了从智赫身上搜出的定位器 嘲笑对方 但智赫并没有丝毫的慌张 因为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原来从一开始 智赫就吞下了一颗定位胶囊 然后再故意被抓 为的就是让黄毛树放松警惕 从而说出更多的情报 在智赫的刺激之下 黄毛树让手下打开了隔壁房间的大门 而里面正是他的制毒工厂 集装箱里的老头就是他的秘密武器 对方身上的纹身就是最新的制毒技术 不但会大大缩短制毒时间 还不会排出气味引起注意 这样下去 黄毛树很快就会成为韩国最大的毒贩 看着对方得意的样子 智赫继续套话 他说对方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真正操控一切的应该是白毛式才对 而且一年前的队友被干掉 应该也是白毛式的手笔 此话一出制毒的老头也明显一愣 而黄毛树也被激怒 他声称智赫的队友是被他亲手割断的喉咙 而队友死亡的真相却是中枪而亡 智赫被爆打一顿后扔进了浴室 定位胶囊随后也被吐了出来 这也正是他让小刘行动的讯号 小刘赶紧呼叫支援 而此时黄毛树的电话突然响起 打来电话的人正是白毛式 黄毛树也变得异常紧张 与此同时 一个小弟也发现了智赫的定位胶囊 智赫也开始反击 对方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外面的小弟也听到了动静 但此时智赫已经解开了双手 面对手持匕首的敌人 智赫丝毫不拒 随即便又是一场屠杀 而此时黄毛树却已乘坐电梯离开 智赫在阳台找到了奄奄一息的阿吉 对方告诉他 在智赫失踪后 他其实联系过智赫留下的电话撤离 但等来的人却想要干掉他 说完阿吉便一命无呼 而此时一个男人正拿刀向智赫走去 好在小刘及时赶到 在关键时刻救下了他 随后智赫抓住一个小弟 逼问对方黄毛树的下落 而小弟也只是看向了坐在角落的老头 另一边 在黄毛树离开酒店的时候 一个男人与他擦肩而过 黄毛树在看到对方的样子之后 却是一脸惊恐 第二天警方捣毁制毒窝点的事情就上了新闻 智赫也找到李次长 拿回了自己的证件和配枪 但他对酒店发生的事情只字未提 虽然李次长也没有多问 但当他打开电脑 里面竟然全部都是智赫在酒店打斗的照片 思索过后 他便将所有的照片全部删除 经过这一次的事情 智赫也更加的信任小刘 智赫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时 回到家后 小刘走进了一个房间 墙上挂满了特工的资料信息 而智赫竟然也是他的调查对象 他的身上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另一边智赫找到情报科的同事帮忙 只要查出当时是谁接听了阿吉的电话 就可以顺着找出叛徒到底是谁 但此时整个情报系统却被黑客入侵 一年前所有的机密资料都被盗走 智赫要找的情报也被随之删除 这也引起了两位次长的重视 因为这里面也包括他们的一些把柄 两人一直都在明争暗斗 如果让对方先一步拿到这些资料 那就可以以此打压对方 很快工作人员就发现 黑客正是用他们内部电脑盗取的资料 电脑的主人就是特工崔宜乐 但离奇的是 对方早在一年前就已经自个身亡 而真正的黑客是他的儿子上军 他一直都不相信父亲会是自助小虎 所以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真相 此时他却突然收到了一个神秘人的信息 对方说要帮助他一起复仇 害怕暴露的上军吓得赶紧关机 另一边国情院里也是乱作一团 李次长让何组长负责此事 而另一边的王次长 则是选择了一个可以随时抛弃的棋子秀妍 小刘也被问话 因为他曾是崔宜乐的手下 而且与上军一直来往密切 但小刘对这件事确实毫不知情 为了帮助上军 小刘与智贺来到了他的家中调查 很快小刘就发现 上军竟然想要将资料交给媒体 而此时他已经与记者在商场见面 但通过对方闪躲的眼神 很快他就发现了埋伏在周围的特工 他赶紧起身逃跑 一阵追逐之后 上军就被两名特工堵住 而此时智贺却突然出现 几招就将两名特工放倒 看着不断追来的特工 智贺用手中的对讲机 做了一个小型炸弹 爆炸过后 商场瞬间就乱作一团 智贺也带着上军逃了出来 但上军却突然叫出了他的名字 并质问他为什么不遵守承诺 此时一部分消失的记忆也在他的脑海浮现 智贺也开始头疼起来 等他清醒过来 上军早就不见踪影 秀妍也找到智贺 责怪对方搞砸了一切 一直以来他就对智贺有着很深的敌意 因为他的前男友正是与智贺执行任务时遇害 他也因此将一切都怪在了智贺的头上 与此同时 小刘收到了一封垃圾邮件 而里面正是他与上军以前玩过的一个游戏 敏锐的他感觉这是对方想要联系自己 另一边 江局长也找到智贺 属于李次长阵营的他告诉对方 如果能先一步找到上军 最好能让这些情报保持中立 让两位次长互相制衡 因为他感觉李次长向他们隐瞒了些事情 当年调查华阳派的任务 正是由李次长秘密指挥 但最终队友却全部遇害 随后所有的档案都被设为一级机密 甚至就连他都无法查看 另一边小刘来到网吧上网 但他可不是单纯的玩个游戏 而是要联系盗走国情局资料的上军 但对方却始终都没有回复 就在他快要睡着的时候 上军终于发来消息 小刘赶紧与对方约定见面 随后他便将消息告诉了智贺 但等他一出门 却被迎面而来的特工拦下 因为秀妍早就监控了小刘的手机 他威胁小刘帮他引出上军 但没想到上军约见的对象竟然是智贺 俩人来到约定地点 周围也早已布满了秀妍的手下 但到了约定时间 上军却没有出现 而监视智贺的摄像头却突然转了方向 紧接着 大屏幕上就出现了上军的游戏名字 并显示了一个地铁到达的时间 智贺看到后赶紧行动 小刘也紧跟其后 看着追来的特工 他直接推翻了货物拦住对方 智贺也成功进入地铁 他找到上军询问对方 上次说他不遵守约定是什么意思 上军也终于说出实情 原来他在爸爸的笔记本中 看到了与智贺的聊天记录 当时智贺找到崔宜乐帮忙调查 结果没过几天 对方就遇害身亡 而调查的内容就是找出 当年是谁接听了阿吉的电话 此话让智贺震惊不已 因为这也是他正在追查的事情 但上军却告诉他 聊天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紧接着他拿出一张纸条 询问智贺上面的单词是什么意思 这也是崔宜乐最后发出的消息 但还没等智贺说话 地铁上就传来了秀妍的声音 他让上军在下一站自首 并且千万不要相信智贺 因为他就是导致崔宜乐残疾的凶手 面对上军的质问 智贺却并没有回答 地铁到站后 上军犹豫了一下 还是冲了出来 很快他就被秀妍的手下逮捕 这些资料也落到了王次长手里 但当技术部检查资料有没有外泄的时候 整个国情局的系统也被瞬间入侵 只要设置的时间一到 所有资料都会被全部删除 而这一切都早在上军的计划之中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毁掉这里 王次长想跟上军谈一下条件 但上军却说 想要谈就叫智贺过来 就在王次长犹豫不决的时候 李次长也打来电话劝说 两人约定和平解决此事 无奈之下王次长也只能答应 很快智贺就来到了这里 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关闭审讯室里的监控 之后他见到上军 但对方还是询问他 父亲最后那句话的意思 之后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当年他与崔伊勒 还有何组长一起执行任务 但何组长却私吞了行动经费 结果导致他们失去了一条重要情报 就在他们争吵的时候 当地的一个男孩却站了出来 他主动提出 要去敌人那里安装窃听设备 但最终还是被对方发现 虽然男孩遭受了严刑拷问 但他始终都没有出卖智贺他们 行动前智贺曾经问过男孩 为什么会甘愿冒险 行动失败后 本来三人应该立即撤退 但崔组长却下定决心为男孩报仇 拿枪冲了出去 而一旁的智贺也并未阻拦 虽然最终他们歼灭了敌人 但崔伊勒也受伤落下残疾 那最后一句话就是男孩说的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随后智贺告诉上军 一年前他因为组织中有人被判 导致他的队友全部遇害 而他的父亲也是因为调查死事遇害 所以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敌人 但他们复仇的对象不是整个组织 而是藏在里面的那个卧底 听到这里 上军也说出了中断删除的指令 临走前智贺答应他 一定会揪出那个内奸 让对方付出代价 得知密码后 中警局的危机也终于解除 但等智贺回到家中 却发现有人移动过他家里的物品 紧接着他就从水晶球里发现了一个U盘 看着墙上几人的照片 他排除了何组长的嫌疑 因为后来他才知道 当年何组长私吞经费 为的是给病重的女儿治病 虽然还是没留住女儿的性命 但何组长对他们一直都有愧疚之心 所以他并不是内奸 另一边秀妍却听到了智贺与上军的全部对话 他在离开审讯室的时候 偷偷丢下了一支录音笔录音 第二天他就主动约智贺见面 此时他对智贺的态度也明显好转 但还没等俩人开始谈话 秀妍就被一个电话叫走 随后智贺在办公桌前看到了他们以前的团队合照 桌上还放着一张酒店照片 秀妍的男友曾经说过 那里有他们俩人的美好回忆 此时上军却打来电话 原来崔伊勒当时已经查出了 是谁接听了阿吉的电话 智贺被刺激的差点晕倒 秀妍赶紧上前关心 却没想到智贺却反手就把她按到了墙上 因为对方很有可能就是出卖她的叛徒 虽然秀妍始终都没有承认 但智贺却已经失控 画面一转 智贺就在医务室惊醒 她赶紧拿起自己的手枪检查 发现子弹没少才放心下来 她询问医生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医生告诉她她在秀妍的办公室晕倒 之后便被其他同事送了过来 而秀妍也因为她的袭击受伤 一时间智贺也分不清现实和梦境 而医生似乎很了解智贺的情况 她劝说对方赶紧进行系统治疗 不然她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然而智贺却没有听从她的建议 随后江局长又找到智贺 在得知她袭击了秀妍之后 直接让智贺停止调整 但智贺却并没有同意 反而询问对方 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有这么大的反应 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等智贺刚一出门 就碰到了秀妍迎面而来 对方不但丝毫都没有怪罪智贺 反而主动关心起她的身体 冷静下来的智贺也没多说什么 但回想起阿吉说过的话 她还是决定从秀妍身上调查 之后情报科的同事 也为她找来了秀妍的档案资料 查看资料时 智贺发现 秀妍竟然在几年前的心理测试中 被组织列为了高危人群 但她的治疗记录竟然全部消失 为了查清真相 智贺来到了秀妍家中调查 那是什么事 她的灵魂 还没有出现 她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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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发现对方一直在服用精神类药物 而且旁边还有一张秀妍在度假酒店的照片 这就是当时队友提起的那个酒店 但奇怪的是 照片上的时间竟然在秀妍认识队友之前 而上面还有一个男人的影子 为了搞清楚对方到底是谁 志赫找到何组长打听消息 对方告诉他 秀妍在四年前确实有个神秘男友 而对方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内部的人 另一边 国情局逮捕了一个记者 因为对方报道了许多国情局的丑闻 所以被强行安上了一个间谍的罪名 她的表妹也被迫做了伪证 但小刘却在这些证据中发现了异常 因为外国一般不会向他们提供出境记录 但这一次却可以轻松拿到 唯一的可能就是由当地执行任务的特工传回 但一年前特工名单泄露之后 所有的特工都遇害 小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查了一下 结果还真的有人活了下来 而对方就是比志赫等级还高的特工张天宇 这也引起了小刘与志赫的注意 而最近一起案件的证据很有可能就是对方传回 而此时对方正一边吃饭 一边看着关于志赫的录像 为了查清真相 小刘来到了记者表妹家中 调查证据的真伪 但一进门却发现对方早已遇害 因为突然出现在案发现场 小刘也被上司训斥 但秀妍却突然出现替他解围 而另一边 江局长拿着一份关于志赫的资料 找到了李次长 当年志赫的父母被人杀害 年幼的志赫独自与父母的尸体 一起生活了三天才被发现 自此之后 志赫就患上了间歇性失忆症 所以每当父母忌日的时候 志赫的情绪就会产生剧烈的波动 上次袭击秀妍的事情 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现在志赫服用的药物 已经远远超标 江局长觉得 这样下去 志赫早晚都会失控 所以他希望对方强制让志赫停职 但李次长却并没同意 因为他早就知道此事 但他却一直都选择视而不见 为的就是让志赫继续调查 想起对他们有用的线索 江局长还想继续劝说 但次长却打断了他 与此同时 志赫正在去祭拜父母的路上 但他却突然发现 自己被人跟踪 但突然他就发现 那只是一个好心的路人 提醒他车尾灯坏了 果然志赫的状态越来越差 等他在祭拜父母的时候 竟然又发现了一个神秘U盘 志赫马上找到小刘帮忙 通过高清的还原技术 他们发现照片里的男人 正是超级特工张天宇 随后小刘也收到了出入境的确认信息 发现针对记者的资料果然就是伪造 他准备马上将这件事情告诉志赫 但一出门却正好碰到了秀妍 在对方的追问之下 小刘也说出实情 但秀妍却让对方不要再继续调查 小刘询问 是因为张天宇的原因吗 秀妍听到后脸色大变 他让小刘不要插手 忘记一切 因为事情的真相没那么简单 但小刘并没有听对方的劝告 将事情告诉志赫 并且他还查到 秀妍与张天宇曾共同执行过两次任务 但秀妍对他的评价却是 长期执行卧底任务而迷失了自己 小刘约志赫见面详谈 但等小刘刚到停车场中 一个男人的身影却向他缓缓走来 志赫也很快就接到了小刘的求救电话 等他来到停车场的时候 一辆车就从他面前急驰而过 小刘也不见踪影 志赫马上开车追了上去 但此时小刘再次打来电话 里面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志赫马上就猜到了对方的身份 为了救回小刘 志赫一路飙车 赫马上救儿 准之前 报名 观众 最终他抓住机会成功将对方逼停 他晃晃悠悠地打开了对方的车门 却发现里面的人并不是张天宇 而小刘也不在车上 电话再次响起 此时他才发现 原来小刘一直都在自己的后备箱里 对方威胁智赫不要再继续调查 也不要再打听他的事情 他也只是帮人传话而已 等他发现对方的时候 张天宇直接从他的眼前扬长而去 之后俩人便来到了医院 好在小刘的伤并不严重 还安慰智赫不用担心 为了查清一切 智赫约了秀妍见面 但一路上秀妍都在说之前的事 经过红绿灯的时候 秀妍突然叫住了智赫 他告诉对方 自己加入组织之前 曾经欠了别人一个很大的人情 所以他迫不得已地答应了对方的一些要求 智赫追问对方 是不是张天宇的时候 秀妍一番挣扎后 终于决定开口时 突然遭到袭击 智赫赫赶紧上前抱住对方 他大喊着让周围的人帮忙叫救护车 人情中一个戴帽子的男人也迅速离开 晕倒之前 秀妍拼尽全力说了一句话 很快 秀妍就被送到了医院抢救 智赫也被带走问话 他根据记忆说出了嫌疑人的所有信息 但对方却完全不信 并且给他展示了监控拍到的画面 而里面的内容再次让智赫震惊 因为画面中显示 正是他开枪射向秀妍 难道智赫的记忆真的出了问题 智赫也因此被抓进监狱 他忍不住对江局长发问 而江局长并没有回答 反而蹲下为智赫系携带 在押送智赫的路上 他突然奋起反击 很快 他就将车上的人全部制服 江局长想要拦住对方 却被及时而来的车辆直接撞翻 智赫也因此受伤 现场就只剩下了他跟江局长还能行动 眼看对方想要动手 智赫直接开枪威胁 并再次询问对方 是不是真的认为是他开枪打伤了秀妍 江局长还是没有回答 智赫说道 如果下次见面还是不能相信自己 可以用这把手枪将他干掉 随后智赫便不顾江局长的劝阻 缓缓离开 李次长也马上收到消息 智赫开枪打伤了江局长后成功逃脱 国刑局下令全力逮捕智赫 李次长猜到可能是江局长故意为之 他让河组长继续调查 与此同时 智赫转身就找到了小刘 因为对方是他现在唯一信任的人 小刘也没有废话 直接将智赫带回家中 随后便来到药店为智赫买药 但刚一回家 智赫就将小刘按到墙上 因为他发现了小刘的秘密 墙上挂满了特工资料 而他显然也是对方的调查对象 小刘也忠于坦白 原来他的父亲也是国情局特工 但在他高中的时候 却突然失踪 这一切都与智赫的遭遇惊人的相似 所以智赫的资料 才会出现在他的家中 但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查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随后小刘问道 智赫心中意暖 因为直到现在 只有小刘还愿意相信他 但智赫的脑中也是一片混乱 毕竟 有监控录像的证据在那摆着 智赫问他 现在有什么线索 智赫想起了那个戴帽子的男人 智赫说会帮忙一起调查 随后 他细心地为智赫包扎伤口 智赫也看着对方缓缓睡去 看着对方满头大汗 智赫细心地拿起毛巾给对方擦拭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智赫来到案发现场仔细回忆 智赫也为他找来了附近几条街的监控 终于 智赫发现了那个嫌疑人的身影 经过调查 智赫发现对手也是一名退伍特工 现在就藏身在一家餐厅之中 智赫马上就来到了这里 经过一番交手 智赫成功地制服了对方 但还没等他问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对方就直接服了毒 在对方的手机里 智赫发现了一张记者的照片 为了查清记者为什么会成为目标 小刘找到记者的同事调查 得知原来记者正在准备报道特工名单泄露的事情 更让他意外的是 秀妍竟然还约了对方见面 回到单位后 小刘在自己的电脑上发现了一串编号 通过内部系统查询 他发现这是一项视频伪造的技术档案 这项技术可以完美的替换监控中的人物 所以那份关于智赫袭击秀妍的视频 很有可能就是通过这项技术篡改 很快 智赫就找到了开发这项技术的男人 对方告诉他 虽然当时这个项目被国刑局终止 但马上就有一个叫金社长的人找到了他 并且开出了高额的薪资 随后 他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修改视频 而现在这项技术已经十分完善 修改后的视频根本就无法鉴定真伪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原版视频 与此同时 何组长却通过弹道分析发现 向秀妍开枪的并不是智赫 他马上向次长汇报 但对方却叮嘱他不要公开 随手就将这份证据收了起来 另一边 小刘将所有调查到的线索告诉智赫 原来秀妍一开始也是一名记者 后来在江局长的帮助下才进入了国刑局 智赫想起秀妍说过 自己曾经欠了别人一个很大的人情 所以才迫不得已答应了对方的一些要求 而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江局长 很快 智赫就想到了一个冒险的计划 他给江局长打去电话 要求与记者单独见面 并且周围不能埋伏特工 之后他就会投降自首 对方也答应下来 但江局长却并没有遵守约定 不但在周围安排了大量特工 还有八个狙击手随时待命 小刘也被安排到了指挥室帮忙 很快 智赫就出现在了约定地点 因为没有确定对方身份 江局长也没有轻举妄动 但狙击手却锁定了对方 当眼前的人摘下帽子时 监视器外的江局长惊呆了 因为画面中的人竟是秀妍 他马上下令暂停动作 虽然狙击手汇报 已经确认对方就是智赫 但江局长始终都没有下令开枪 此时江局长也终于反应过来 江局长也只能无奈地看着对方离去 随后智赫询问记者 到底掌握了什么线索 为什么国刑局跟黑道势力对其虎视眈眈 原来在一年前 他发现了一个名叫上午会的组织 而其中的成员 基本都是国刑局退休的高层 特工名单泄露之后 所有特工都遭到暗杀 但没过多久 就有一名上午会的内部成员向他举报 说这所有的事情都跟上午会有关 但之后 他就与举报的那人失去了联系 听到这里 智赫瞬间想到了唯一活下来的张天宇 紧接着 小刘给他打来电话 他告诉智赫 上次的U盘里又发现了一张图片 里面是张天宇跟两个神秘男人 他立刻发信息 约张天宇见面 告诉对方 想要见到记者就准时赴约 对方果然出现 但记者却并不在这里 紧接着智赫开口 他认定张天宇就是联系记者举报的线人 随即 他又拿出刚发现的照片 有了这些证据 如果上午会的存在被公之于众 张天宇肯定会成为怀疑对象 紧接着 智赫提出了一个交易 他可以不公布这件事情 但对方必须交出秀妍被害的原版视频 并且说出照片中另外两人的身份 张天宇也答应了下来 但他并不知道那俩人的真实身份 智赫又询问他秀妍遇害的事情 对方却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显然张天宇也有着难言之隐 很快 智赫就拿到了原版监控 将其交给了小刘 对方也告诉他 秀妍已经在医院醒来 智赫马上赶到医院 但病房里却空无一人 紧接着 智赫就被枪口对准 将局长也缓缓走了出来 他告诉智赫 秀妍在几小时前就已经去世 与此同时 把智赫骗去医院的小刘 在看完智赫的原版视频之后 竟然直接点下了删除按钮 因为被人陷害 智赫关进了监狱 他拒绝了所有的探视 每天除了锻炼身体 就是梳理案件的有关线索 而陷害他入狱的张天宇 此时正在对一个男人言行逼供 而对方正是华阳派的老大黄毛树 他的目标 就是酒店里出现的那个神秘男人 但黄毛树却并没有多说什么 反而威胁对方 马上就会命不久矣 果然 很快张天宇就被对方抓住 神秘人邀请他继续合作 但张天宇 却因为受够了这样的生活 拒绝了对方 第二天 张天宇就被挂在了一个广告牌上 国情局也很快就收到了消息 因为张天宇曾经是他的手下 所以李次长主动申请调查 但王次长却在一旁煽风点火 声称张天宇已经好几个月 没有与组织联系 很有可能现在已经叛变 就算没有 张天宇的死最多就是身份暴露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还是因为李次长的能力不足 部长也准备将这件事 交给王次长处理 李次长继续坚持 他保证两个星期之内查出真相 如果做不到就会引就辞职 部长也答应下来 紧接着 国情局就收到了 秀严遇害的原版视频 虽然没查出视频来源 但这也足以证明 致贺的清白 李次长马上安排何组长 将致贺复职 但就在何组长 准备去接致贺的路上 将局长去给他打来电话 一见面 对方就说 李次长为了完成任务 牺牲了人太多 而致贺现在的状态并不稳定 所以他拜托何组长 激怒致贺让其犯错 何组长也果然照做 一见面 他就开始挑衅致贺 但致贺不但没有被对方激怒 反而询问 是不是江局长让他来的 很快 出卖自己 小刘也说出了实情 原来那天 他刚与致贺打完电话 转头就碰到了江局长 对方告诉小刘 他的父亲不但没死 还回到了国内 虽然样貌不符 但那个神秘的男人 很有可能就是他的父亲 为了得到父亲的线索 所以才答应了江局长的要求 出卖致贺 听完对方的解释后 致贺并没有生气 反而继续让小刘帮他一起调查 回到家后 致贺再次分析起了案情 而小刘的照片也被他挂到了墙上 很快 小刘通过调查发现 其中的一个男人 竟然是北韩最高层级的副部长 但最近却一直查不到对方的动向 而另一个神秘男人 就连张天宇也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但很可能就是华阳派的幕后老大白毛氏 为了查清这个神秘男人的身份 致贺决定从上午会下手 而最好的突破点 就是找人伪造视频的金社长 随即致贺找上了对方 他威胁对方说出上级是谁 但金社长却告诉致贺 他们从不会与上级见面 每次的任务都是通过一种PDA设备联系 而这种设备 张天宇的手中应该也有 致贺马上让小刘去张天宇家中调查 但却没有找到所谓的PDA 致贺却将金社长的PDA拿了回来 而这种设备的通讯距离 却不能超过100米 显然上午会的成员就在他们身边 小刘也查到了一个线索 秀妍曾经救过张天宇一命 当时张天宇执行一个卧底任务 但却因为干掉一人 差点曝光身份 同时还很有可能引起严重的外交问题 李次长当即下令舍弃对方 但秀妍却对这样的做法提出反对 也正是在他的坚持之下 张天宇才活了下来 除此之外 小刘还查到 张天宇参加了一种ZIP药物的研发实验 这瞬间引起了致贺的注意 因为导致贺失忆的正是这种药物 随即他找到情报部门的同事帮忙调查 在回家的路上 智贺手里的PDA突然收到一条信息 内容就是凶手在四天王中 智贺马上下车查看 但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随后他跟小刘去看张天宇的尸体 小刘突然想到 在张天宇家中发现了一种特殊墨水 只有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才会显现 小刘把灯一关 再用紫外线一照 尸体上果然出现了很多小点 他们马上将其扫描下来 但却并没有查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在回家的路上 江局长再次找到小刘 问他为什么放出秀妍遇害的原版视频 却被小刘予以否认 但当江局长让他随时汇报致贺的行动时 被小刘直接拒绝 因为他不想跟秀妍一样 始终都被对方控制 而俩人的谈话内容 竟然全部被志赫听到了 因为不放心 小刘是否值得相信 所以他向李次长汇报后 就监听了小刘的手机 回家后 志赫继续分析线索 但一切仿佛都被浓雾掩盖 而当小刘去超市购物的时候 旁边的广告让他瞬间明白了什么 他马上将这些尸体上的点连接在一起 发现这正是一个二维码的图案 而二维码上的信息却是一种罕见的病症 这种病的患者总共不超过20个人 其中一个名叫千平日的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